1月10号我发了一个视频 不巧 在视频中说了这么一句话 金沙中国牛逼的要死的 规模很大的 事实上是银河娱乐给他的 金沙中国牛逼的要死的 这个2021年1月10号 就是我这个视频的发布日期 紧接着第二天1月11号 金沙集团创办人兼执行总裁 肖登Edison先生去世 这位先生事实上是很了不得的 你看他是服务师全球百大商业领袖 他是一个贫困的犹太人 移民家庭 12岁开始卖报纸 找他叔叔借了200美元 再借他卖报纸 然后分别做这么多工作 然后搞了这个计算机展览会 后来呢就做到 他是先创办了这个计算机展览会 然后又购买了金沙赌产 然后把展览会和这个赌产 在拉斯维加斯结合起来 这个商业模式呢 是他第一个创立的 后面呢就属于发了大财嘛 那他是共和党的这个金主 特朗普还有前面两届总统竞选 都是他出资金的 就捐款的 共和党号称是共和党的财务啊 共和党的大金主 那后来就进军 几乎同时吧 是进军澳门和新加坡 这个说实话呢 这一笔 这个手笔呢 就让他属于是获得了真正的 在财富上面的一个巨大的成功 他的很多观点呢 还是非常符合这个商业逻辑的 比如说 他说只要做对的事 财富就会像影子一样紧紧跟着你 就算赶也赶不走 很多人创业的策略 总是受制于预算 对我来说 要做就是做到最好 如果我的财力无法支持我的计划 那我宁可放弃 其实我是非常赞同他的这个观点的 第一句话 这个只要做对的事 其实就是德鲁克的管理思想里面的 做正确的事 正确的做事嘛 然后财富就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你 那么他说如果财力无法支持我的计划 那我宁可放弃 也就是说他不甘平庸嘛 你做事受制于财力 那么你必然也做不出你想要的 按乔布斯说的话 极致的产品 然后呢 他对赌博业 博彩业 人家问他 怎么敢于做出这么大的投资 那他的说法也是非常有意思 科技或工业 必须不断进步 才能吸引消费者使用 但赌博不用 我从事的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行业 只要有人类 就有赌博 这一位绝对是有天分的 精明的三人啊 但是他说 我只是个普通人 并不比大多数三人精明 奇怪的是很多明白的机会 却偏无人看到 事实上这就是他的一个天分的 也就是对这个市场的一种洞察能力 威尼斯度假村 或者说我们在澳门 我们就接触过 住过很多 这个金沙系的 他的一些酒店 那事实上呢 我对整个金沙系的赌产呢 我是咱们就不太好 就不想说太多啊 关于他赌产 但是呢 他做了几个酒店呢 那说句实话 我第一次住他威尼斯人酒店的时候 被他的设计 说实话还是打动了 那么住他的这个四季酒店的时候呢 那我觉得四季酒店的这个服务和整个房间的这个摆设 不 这些品质 就是用品 就船上用品啊 枕头啊 被子啊 然后我稍稍有不满意 他们的这个服务啊 确实很好 当然了 这应该是酒店的品牌了 但不管怎么说 属于是他金沙系的 我认为他们在一些产品上面做的还是不错 还是这句话 他们在赌产的这一块的经营 我实在 他们挣很多钱 挣很多钱 我 我不想评论啊 金沙在澳门的扩张 他表示 这是我一生中参与的最佳赌博 他毫无风险 事实上 在我个人看来啊 金沙集团在澳门的这个投资和扩张 可能是这个Edison这一生最大的一个最漂亮的打的一仗 他2006年开始在澳门新加坡 美国同时启动耗资数百亿美元的巨型项目 那么我们在澳门是可以看得到金沙系的 金沙系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从澳门半岛的金沙 那个是在澳门开放赌牌之后的第一个美资 应该是第一个 对 第一个美资赌产 紧接着 你们看他在澳门的 那个规模就真叫大了 整个金沙城中心 然后威尼斯人 后面又来一个巴黎人 还有百利公 百利公就在他的楼上就是这个四季酒店 哇 他们在澳门的这个规模 我当时 包括现在吧 他应该都是在澳门规模最大的一个 一个赌产 对 澳门的就是淡载的 威尼斯人赌产是全球最大的赌产 然后在拉斯维加斯 也有金沙和威尼斯人 2006年投资澳门新加坡 包括美国的几个项目 马上08年就遇到了金融风暴 然后东山灾其实还是非常有魄力的 这位先生 自套腰包 借了十亿美元给金沙集团 并重组集团内部及建立管理层 开启了翻身之路 厉害的 这是非常厉害的角色 其实四岁的时候 爱德森还不服老的表示 总有一天 我的财富要超过比尔盖茨 变成世界首富 我就是敢做梦 才有今天的财富 这句话事实上还是蛮激励人的 他的座右铭 有一次采访 对记者说 他给儿子的座右铭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在我们得到他去世消息之后 我们在群里面聊了一下 对他最经典的评论 就是他欠着我的钱 我们跑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